然后我每天的生活就是刷刷清闻 我不抽烟不喝酒不喝咖啡不喝茶 然后也不怎么去网上看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甚至连朋友圈都没有 就生活极其之简单 所有人都问那你的生活里面还剩下什么 我也从来没有觉得说我的生活过得很空虚很乏味很枯燥 我觉得我生活也过得还蛮充实的 曾经青春甜美的五大消花无欠 结婚之前脸上的笑容从来没有消失过 在她结婚生子之后 不少网友发现她的状态有所改变 不但眼窝深陷而且状态也不复从前 本应心涂璀璨 奈何在事业当红时期消失在荧幕上 不少网友为她担心 要说吴倩有多幸运 如果别人是努力型的选手 那么她就属于老天爷赏饭吃 她的家人大部分都是从武汉大学毕业 被家人宠承小公主的她几度恋家 为了离家近一点 她选择了武汉大学分数较低的表演专业 即使是在学校 她每天也要回家住 本身没有大志向的吴倩 并没有想过探足娱乐圈 奈何架不住幸运的将领 饶学们的想说雀班需要梳摩 摄影师找到她 一组清纯干净的照片诞生了 很快她就走进大众的视线 要说这个不足以让她出名 那么真正让她出名的是何以生肖默 她饰演的是赵默生的大学时期 她一出现 很快就被网友圈粉 干净青春的笑容 灵动的表演 为她大足演艺圈奠定了基础 这是我和她的第二次合作吧 眼睛一闭一睁就过去了 两个演员太熟了吧 下不戏就再不想过大了吧 这一次在一起 确实两个人会比较默契 并没有啊 都已经成这样了 还没有默契啊 知若跟毅力 然后就变成芸汐跟吴倩了 完全没有办法好好拍戏 会出现什么笑场啊 一对视就笑场 看见她就有可能会跳戏 因为内心有多大的仇恨 才会恩基这么多条呢 我觉得现在我和她应该算是 见面说不了三句话 就要打起了那种 一个愿打一个愿啊 可是也正是因为这份天赋 让她非常痛苦 拍戏期间 她需要奔赴各地 从小没有离开过家的她 在奔赴外地的时候 一度崩溃 但是痛苦换来的 就是好的资源 好的搭档 她刚踏足演艺界 就和不少顶流搭档合作 其中她和陆寒的合作 让网友对她评价很高 后来 杰林和迪丽热巴等人合作 颜值上也丝毫不差 玩着美好的愁景 她做演艺界 彼此都识 正是因为这份美好 让她的一生都发生了改变 和张雨健的第一次合作的时候 两个人是情侣 两个年轻人在一起 再加上郎才女貌 难免会有感情 再加上 两人的二搭 直接升级成为男女主 让两个人 更加进一步地了解彼此 一生顺风顺水地无欠 以为自己遇上了真爱 即使在曝光恋情之后 俩人并不被大众看好 奈何她自己喜欢 吴倩和张雨健合作的时候 吴倩已经享有名气 并且在娱乐圈闯出了一番事业 这是上司概念完kok的 喝酒 abe 而当时的张雨剑并不出色 其实两个人在一起 直到吴倩生孩子 人也没有承认过恋情 后来在网友的一番追问之下 张雨剑承认了结婚生子的事实 但是澄清文案 始终都没有吴倩的名字 恰恰相反的是用孩子他妈来代替 不少网友纷纷为吴倩感到心疼 并且不少网友推算出 在吴倩怀孕期间 张雨剑参加节目的时候 依旧是单身的状态 一段好的婚姻 是彼此相互成全相互理解 一段存有隐患的婚姻 可以让人一夜长大 一个人幸不幸福 从眼神中就能看得出来 吴倩消失很久 再次出现在大众的视线中的时候 他的眼神尽显疲惫的状态 整个人没有了从前的灵气 但是就在2月14号 情人节这一天 人人官宣离婚 至于为什么要选在 这个特殊的日子 不少网友猜测 可能吴倩知道 自己终究输给了爱情 但是离婚之后的吴倩 似乎视野更上一层了 不但眼中的星星回来了 更适合罗云熙二打 瞬间梦回 何以生肖默 不少网友直言 从前的吴倩又回来了